水星之魔女Prologue 終於播出了 這是第0集 各位看了沒有 如果未看的話 可以先去看 然後再回來看這條片 如果你不介意有少少劇透的話 可以直接看 先講一下 Prologue裡面 最重要的三個人 這位是 人欲哈佬天才小羅莉 女主角 四歲 我想她應該是女主角 但是很奇怪 你看看 人欲哈佬天才小羅莉的名字 而且她長大後的名字 是完全不同的 性和名字都是不同的 為什麼呢 究竟是長大了呢 改名 要逃避 不想被人知道 所以改名改姓 還是要玩大一點 這個Prologue的小羅莉 是長大了 再嫁人再生多個女兒 才是 水星魔女 應該是 應該是 改名多 這個就是 人欲哈佬天才小羅莉 這個呢 就是她媽媽 而這個呢 就是她爸爸 這三個人 其實是最重要的 其他那些呢 某一些 都比較重要的 但是呢 大家 先記住這三個 因為出場 最多就是她們 另外就是 要了解一下 這個呢 在水星之魔女 世界裡面的 什麼是高達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誤 這個高達 所謂高達的系統架構 是發明出來 是用在人身上的 即是要來適應這個 殘酷 超惡劣的 宇宙環境裡面 你知道宇宙 好多輻射的嘛 你不要看 你不要看 以前的高達卡通 穿著一件薄薄的太空衣 或者戰鬥的服 在太空裡飛來飛來飛來 走來走去 頂不住的嘛 那麼她做了這樣的系統 那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大概就好像是 你當是Cyberpunk 公學機動隊那些 即是幫你換機械身體那些 即是 你斷了一隻手 我就幫你做一隻機械手 有個畫面也很誇張的 整個人就變成脊骨 整身的骨都變成機械結構 內臟都可以變成機械結構 可能只剩下腦 不是那種 或者頭不是那種 很誇張 她就是幫人類適應 就叫做高達系統 那麼這間公司 後來就被另外一間公司 我想應該是大財團收購了 我又不知道我看錯了 那麼這間 發明高達 你當是醫療 架構醫療系統的公司 那個名字 跟女主角 即是小羅莉 老爸的名字是一塊一樣的 那是否就是那間公司 其實是她老爸開的 又或者是她老爸的家族開的 我都不敢肯定 這些翻譯這些 我不知道有沒有翻錯 不知道自己有沒有理解錯 但是被一個大財團收購之後 然後她又改了 你知道我收購了你 我當然是說了事 你看看Google 買了YouTube之後 搞到 那怎樣呢 她又將用在人身上的高達系統 就以來做高達 在這個世界裡 她一直都已經有機動戰士 不過機動戰士還機動戰士 這個高達系統的高達 就是另一件東西 那應該是厲害很多的 那她有一個缺點 就是一般人是拿不到 其實你看到卡通人就知道 這套高達 這隻水星魔女的Gundam 其實是不用怎樣拿的 因為她是跟人的身 可能是老神經 中書之類的 是連結了的 基本上不用怎樣拿 但是問題是 她會損耗你的人 損耗得很厲害 你不損耗得很久 你強行來 你就死了 那你大概可以理解為 阿寶年代那些新類型人 或者是 Gundam Seed Gay Line 那些 Coordinator 那一類東西 即是你本身的人 已經是 你要是一個跟一般 普通的人類 不同的人 你才可以頂得順 一般人是頂不順 例如你Gay Line 那些 如果你不是Coordinator 你損耗得很厲害 其中一般的 Gay Line 你損耗得很厲害 那些 你那些內臟都頂不夠 內出血爆裂而死 那類的東西 所以 高特系統 暫時 都没有人能握得到 因为你可以握,你可以战斗到 但是你不熬得很久 你硬硬熬,你就会死了 这个第零集的故事,其实很简单 其实就是一些人类有历史以来 不停地发生,直到我们现在 这个年代还在发生的事情 就是有一群人 我将这群人暂时叫做我 我和一群豬朋狗友 有钱有免 或者是我的老闆 或者是我的老闆 都是有钱有免有地位 可能拥有很多跨国公司 甚至是政府 不同的国家连在一起 諸如此类,牛鬼蛇神 我本身也有军队 又有机动战士 你老板 既然有一群人 竟然可以做一些叫做Gundam的机动战士 听说好像很坚 那通常又怎样? 怕 怕又怎样? 我当然想拿掉你的东西 拿到 我可以把你全部摘 我拿不到 我都要把你们全部摘 基本上第一集就是 全家富贵 我就是要 shut down 你所有东西 其实很简单 当你是 整班人 圍一圍 很有地位 操控着很多东西 你便可以 随便摆个 很冠冕堂皇的 牌头 出来 这些高达系统 会杀人 不行 我们不应该这样 这些老老 这样那样 我们决定 什么会 决定封锁 暂停了你们所有东西 在说这些东西的时候 便会倒油 抢你的东西 其实就像看教父 教父一边在这个教堂 他那些小子便出去打 其实就是这样 今时今日这个年代 做男人 真是无人权 老爸 威了一阵 挂柴 壮烈牺牲 我看他的本性 已经死了 只剩下妈妈 和小罗莉 小罗莉 幸好 她是承计了 她妈妈的漂亮 但是很不幸 她是承计了她老爸和眉 真可憐 真可憐 只剩下妈妈 和小罗莉 这个高达系统 刚才也说过 严格来说 都不用操控 但是什么为之厉害呢 就是 你潜不潜得深 这套东西的第0集 永远都是 最厉害的是她妈妈 想潜到33 但是 最厉害的妈妈 她都去不了33 很可憐 那小罗莉就厉害了 小罗莉 竟然在完全玩玩 她还是拍攝 四周便不看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乖乖乖地 就潜到34 她妈妈也是 表示震惊 这些 超激 新类型人 小蘿莉是阿寶再世,或是馬沙托世 他在無意識之下,一下子就倒塌了三件 終於不是他拿著,只是他塌著 他長大後,會去到什麼地步呢? 他會不會去到 Star Wars 的 Ray 這麼厲害 故事流程,為何小蘿莉要倒塌三件 其實很簡單 這一集一開始介紹了你必須要知道的人物 然後介紹高達系統 然後開始搶東西,入侵 然後要戰鬥 小蘿莉搭上了一部高達,老爸就倒塌了 然後媽媽帶著小蘿莉打一輪,走人 其實只是這樣 這一集是沒有天線高達的 這一集的主角就是這一隻 不知什麼魔,什麼魔高達叫易祖 嘩,即是你看完之後 你是想買這隻東西的 為何我說做得好看呢? 是很重要的 隨便拍一套東西出來 以為有套東西可以買玩具 是不行的 你這套東西厲害,人們自然就會想買 這隻東西說得很厲害 浮遊拋,又是盾,又有I-Feel 然後小蘿莉潛至34 其實這個場面很像Unicorn 基本上是照片 改了一點 但你看完之後 你真的很想買這部機 嘩,小蘿莉真厲害 隨便拍一看 嘩,有個螢幕很漂亮 先拍一下它 然後就想買了三件 哈哈哈哈 完全是自動操控 我懷疑她媽媽都沒什麼 但這部機器真的很厲害 其實水星魔女的天線高達 是否就是拿這部改出來的呢? 幸好我有訂到 我覺得這部機器 可能會好賣 我以前看這個V高達的時候 覺得 你有沒有搞錯啊? 一個十二歲的小柏林 冬菇頭 拿這部高達 你有沒有有病啊? 嘩,厲害 四歲 小蘿莉四歲 無意識地倒三件 四歲已經殺人了 前途真的沒有限量 哈哈 哈哈哈哈 這部機器 改完背景之後 我可以跟大家說 是 起出望外 跟我想像中的 是完全不同 我最初是想著 右而向 低低BB 傻呀傻呀 完全不同 你看這部機器 簡直是有UC的感覺 這個是Prolog 只是在說Prolog 這個零集 很棒 真的很棒 它當然有缺點 它厲害的地方就是 整個故事的推進 很好的 它的東西很清楚 很簡單 不亂 而且那個Pacing 是無敵的 你不會有滿腸的 你也不會有滿腸的 你也不會有滿腸的 所有東西都很順 很自然 不做作的 所有東西都鋪得很好 氣氛營造得很好 音樂的配合也很棒 我覺得這些Pacing 剪接 剪接 劇本 以及劇本 已經是電影級數 或者是OVA級數 超越TV版 我想都沒有想過這麼棒 而這個零集 它真的不是幼兒向 起碼是青少年至成年向 其實它也挺黑暗的 挺悲哀的 不是開開心心的 哇 真的 真正 真沒得定 我相信 女主角 長大了之後 四水嵌三劍 我相信 她去到 水星魔女大結局的時候 當然不會是天線高達 我想 她應該是水星高達 Gundam Mercury 我覺得以日本人玩這些 她應該可以潛到無限的 哈哈哈 相信 對於看看她 是否真的可以潛到無限的 我對這部 零集 評價非常高 但她是有一些缺點 有一個位置 如果你有看就知道 是很凹凸的 可能我懷疑是 因為這套 現在手播 例如 他們什麼 網上的紙 可以一讀來看 應該她可能 Bandai 那些 Gundam Base 或者什麼 他們自己的舖 可能都會有播 我想 他們可能害怕 免得被家長投訴 你知道 很麻煩 有一個位置 是剪掉了 我覺得她是剪掉了 就是 那些壞人入侵的時候 扔過煙霧彈 那些壞人突然叫另一條女 喂 你們快點走 突然那裡就很奇怪 你見到有開槍 但是 咳了聲 是沒有聲的 一跳 你是見不到她中槍 或者是不中槍 你一跳 就跳到另一條女 表示一個很驚訝的表情 應該就是 那條大隻女人中了槍 那裡是突然咳走了 好怪的 我想 如果要看完全版的話 可能要買Blu-ray 那些畫 其實 不論是人 和戰鬥畫面 格數是很低的 是超低的 你見到畫面是一格 你見到一格格的 哈哈哈哈 就是離譜 這個其實我又不太明白 為什麼不用電腦畫 尤其是機動戰士 的部分 戰鬥的部分 它的格數都是很低的 其實 所謂 畫就是CG 其實 你只是畫一個黑框 還有填色的 你找一些厲害的架子 去用人手畫靚 一定比你用CG 一定比你用CG 即所謂CG 就是歐個框 你填色的 2D色 其實你用電腦做的更便宜 而且 你用Bandai 你已經做了 玩具 有什麼G 什麼G 什麼合金的 其實你所有機動戰士的 材料都存在 你可能只是改一點 微調一點 你就可以放進去 做CG 為什麼你不直接用呢 整套東西 我都看到現在有一個CG 就是 有隻類似太空船 那樣的東西 向前走 那個位置一看就是CG 其他那些 都是格數超低 那些人都超低 那些人 除了很重要的角色 那些是沒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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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場面還挺漂亮的 但這些非重要的角色 我又不可以說崩壞的 畫得相對地差了 另外就是 那些人物 都是用手畫 但我很懷疑 它已經不是畫在紙上 可能是畫在繪圖板上 那些線很柔的 而且很死 很硬的 那我也不明白 那些繪圖板現在 你感受到的壓力 可以有幾千的層級 那些東西可以畫到 即是畫到好像用筆一樣 為什麼它的線會這麼硬的呢 而且它太柔 看起來很不舒服 另外一個我要投訴的地方 就是屈肌 這架屈肌 這架屈肌我要投訴 因為它實在太屈肌了 它可以直接暫停你的高達 這架屈肌 這架屈肌 都堆壞了一個人 我懷疑 我也不知道是否 有一條女女 箭死的 箭死的女女 就是要幫 我看的名字也是女 就是要幫另一個女女 報仇 這架屈肌是沒有交代的 只要幫她們報仇 但全都哭了 其實它跟它一拼 是否Bandai又開始正確呢 所以只要一拼 給你談一下 最後的總結就是 跟之前說的一樣 喜出網外 我真的沒有想過 是這麼高水準 除了撇除我剛剛才說的 一些我覺得是缺點之外 他真的超額完成 他跟Dekker完全是对比 Dekker看完第一集,我看不看第二集也无所谓 看完《Prolog》,我很想快点看 十月正式开播时是如何 理论上的父亲应该是真的死了 究竟小罗莉长大后,是否真的改了名字 他母亲会如何 另外,婆婆有没有死呢? 我觉得婆婆应该是没有死的 总之这套东西应该是女人是很厉害的 男人应该是坏人,应该是死的 我看看这个套路 我也很期待 后半期的时候,水星高达会是什么样子 我希望会是漂亮的 我也有忧虑 他可能的《Prolog》是这么正的 是这么严肃,很有《UC》的感觉 正转的时候,可能真的变成了校园生活 日常都不顶 日常翻译 有机会 我有点点忧虑 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因为你的时代背景都不一样 你跳了 另外就是故事节奏 例如这个分镜 节奏剧本的那么高水準 其实你去到正式的TV版的时候 你能不能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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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一定会跌一些 或者可能跌很多都不顶 可能是波浪式的 又厉害,又厉害,又厉害,又厉害 又厉害,又厉害,又厉害 可能会是这样的 我期待 画面的人画得漂亮一点 最重要的是 在机动战士的战斗部分 最好不要搞定格 然后只是把枪在发光,在吹 动多一点 如果你是电脑画,便可以多动更多 人手的话,可能会变得像strike freedom 定格,把东西放出来 吹,然后不知为什么会爆了 希望不是吧 Bandai,麻烦你努力做好一点 我好惨的 看完Double之后 等了这么多年 出新高达,蝎血 谁知道不适合看 然后又等了7年 好,又不是已经等了7年了 还是8年了 弄到新的水星 最多看的设定时 我完全没有期望 但你这个Prolog 又给了我无限希望 你不要玩我 Bandai 你真是用心做好它 影片就差不多了 最后大家可以猜一下 Bandai 究竟 要多久才肯出天线MG 又或者它会不会 做一只PG天线来弹 其实PG天线有得玩 因为它有发光 它可以做彩虹漸变 呼吸LED 那又可以收贵你一千多把 如果黏起来 真的出PG的话 我真是害怕 我忍不住 我会买 好了,大家记得订阅 最重要是看广告 我们今次来到这里